今次的音樂會其實是有我們有自己的角色 他是董哲 外婆銘心 今次的音樂會將其中故事的一部份呈現給大家 是一個聚章來的 由1986年開始 董哲是一個很靜的男生 他對很多事物都有獨特的見解 他在一次佛流堂時認識了一個女生 這個女生叫蒲銘心 蒲銘心本身也是一個很有性格的人 他們就開始了他們的約會 他們的旅程就是這樣而開始 蒲銘心其實是挺硬朗的 其實他的人是 我覺得他是一個好女生 酷的 不太好 最後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聽說 我們繼續想